米莱的革命是改革 对全世界都是个启发 一直关注看哈维尔 米莱上台执政的情况 可以说 一开始没人看好他 因为他说的全对 人人也都知道问题在哪 但几十年的政治社会生态 让人不敢相信 单凭一个没有从政历练的经济学家 和网红的政治素人 能可以凭借一己之力 改变这根深蒂固的社会顽疾 米莱当选之前的阿根廷 是一个从发达国家 一步步坠落成一个资不抵债 即将破产的南美贫穷国家 几乎所有的失败国家的毛病 阿根廷一样不少 首先是贫富差距极大 阶层固化 上层穷奢极欲 底层苦不堪言 整个社会群情不安 怨声在道 米莱接手时 阿根廷的综合财政赤字 达GDP的17% 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是 负112亿美元 外汇的官方报价 与平行汇率差距高达200% 米莱上台的第一个月 零售通胀率就高达3700% 更致命的是 前面的执政者 把能借到的美元债务 全丢给了后任 目前是阿根廷 连进行国际贸易的美元都没有了 没有了美元 也就无法进行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停滞 更是赚不到美元 没有美元 几千亿的外债无法偿还 国内 历届政府硬币无度 导致每年的通货膨胀 在100%多 财政赤字无限膨胀 国家财政基本上破产了 好在阿根廷还算是一个民主化国家 民意对传统政客失望至极 选民渴望通过拥有非常手段的人来改变现状 米莱横空出世 在这之前 经济学教授的米莱 就是一个阿根廷家喻户晓的网红 在避隆主义肆虐几十年的阿根廷 米莱坚持哈耶克的自由经济学 大声疾呼对社会现状进行彻底的改革 失望的人们 用选票将米莱推上了总统大位 人民愿意让米莱试试 可以说 全世界都在关注着阿根廷 最初人们一律重重 没人相信米莱有能力 在短短的四年执政期 从根本上扭转阿根廷的局势 但出人意料的是 仅执政两个月 阿根廷的财政收支 就破天荒地实现了盈利 作为人们信心表现的股市 两天就暴涨了46% 不按套路出牌的新总统 一上台就颁布了1000多项行政法规 首先是将60多个政府部门 一刀砍去 只留下9个 5万多个公务员岗位消失 这可不是我们这里的部门合并 人员分流 那是真刀真枪的改革 所有的国有企业的政府补贴 全部砍掉 从此面对开放的市场 让企业去市场选择生存之道 让市场选择企业管理者 废除所有政府颁布的行业壁垒性 垄断法规 为所有的企业 营造一个自由开放的市场 干脆把那些代表行业和部门利益的政府机构 全部取消了 真正的应了那句话 政府从来都不能解决问题 政府存在的本身就是个问题 一个正常的国家 政府能解决的问题 市场和法律一样能解决 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 让市场和法律解决 市场和法律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政府也一定解决不了 当政府的手伸向哪里 哪里就会有利益可图 而且在解决问题的同时 会生出更多的问题 这几十年来 凯恩斯主义的经济主张 让许多国家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无论是美国 欧洲诸国及日本 也无论是津巴布韦 委内瑞拉 南非和阿根廷等等 所有的问题的根源 都指向于凯恩斯经济学的政府干预 这期间 不过是凯恩斯经济学和哈耶克经济学结合 还是凯恩斯经济学与避龙主义 也可以叫社会主义结合 凯恩斯经济学 让政府干得很爽 在手握权力的同时 感觉这社会发展 全是政府的功劳 而哈耶克经济学 之所以长期以来 被人们树枝高阁 就因为哈耶克经济学主张 是让政府走开 把企业交给市场 哈耶克主张小政府 政府的权力越小越好 国家和社会依赖的是 法律和契约运行 政府权力必须有边界 有规范 有制衡 哈耶克的自由经济主张 就是建设一个自由市场和法治契约型社会 把企业交给市场 市场有法律契约规范 坚决斩断政府身向市场和企业的手 绝不允许政府与民争利 政府彻底转型为真正的服务全社会的机构 你来演讲时的一句话对我们很有启发 过去的阿根廷政府就像一个犯罪组织 每一条规定 每一项制度 每一个许可 都是为了官员的吃 卡 拿 药 提供便利 掌握贿赂的主动权 通过辅效来制造特权阶层 人民生产的90%的财富 用来供养这帮特权阶层 他们豢养了很多媒体 来美化他们的特权 使其合理合法化 而这正是阿根廷真正要改变的 米莱是哈耶克自由经济学的门徒 他今天践行的每一步 每一主张 都是哈耶克自由经济学原理 在阿根廷的具体实践 拿走特权阶层手里的利益 改革就已经事半功倍 米莱首先从自己开始 先减薪 后取消了卸任后的一切特权 所有的官员卸任后 须自谋职业 不再享受每月的特别津贴 裁撤总统身边的工作和服务人员 其他官员更不用说了 尤其是议会的议员们 秘书等工作服务人员 全部裁撤 总统在玫瑰宫吃饭 须付餐费 议员们的公餐补贴也取消了 免得一天天在那里 吃饱喝足以后精力旺盛的扯皮 感动议员们的利益 全世界也只有米莱敢做 好在他自己身体力行 去达沃斯论坛餐会 他竟然做的是商业航班 没错 是普通老百姓做的普通商业航班 不是商务舱 更不是什么空军一号专机 苟立国家生死矣 起因祸福必屈之 米莱上台以来 暂停了央行发行货币的群力 声称废除本国货币 启用信用更好的美元 停止了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支付转移 等等 短暂两三个月 几千项货真价实的改革措施 可以说人类历史 古今中外 和平状态下空前的改革措施 堪称一场伟大的革命 今天的阿根廷 已不是往日的阿根廷 潘帕斯雄英的未来 值得我们轻心期待 可以说 阿根廷的这场革命式的改革 是今天人类历史的先行者 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国家 被左倾政客们祸害极深 看看美利国 35万亿美元的政府债务 完全的无减 日本国内生产总值 300%多的超高政府债务 谁能知道 这债务怎么化减 欧洲国家的债务 东方大国的债务等等 仅仅一项债务 就看不到解决的办法 但阿根廷的米来行动了 虽然这一切的一切 离所有问题的妥善解决 还很遥远 但这一步只要迈出来了 就会一步步走下去 但效果一点点显现的时候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跟进 月米来的改革 像阿根廷足球一样 创造一个又一个辉煌 我们关注米来 关注阿根廷 其实更是关注我们自己 因为今天我们面临的困境 比至阿根廷 问题只多不少 如果阿根廷人都能隔除避震 深化改革 我希望他能给我们问题的解决 以启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